馬路中央拉起封鎖線 提醒民眾切勿靠近 抬頭一看 景象觸目驚心 大樓外牆磁磚大面積剝落 只用防護網簡單覆蓋 銳利的磁磚甚至勾破尼龍網 隨時都會傾斜而下 滿地散布著大小磁磚碎石 讓路過民眾提心吊膽 這場景就發生在桃園市桃園區 民族路移動大樓外 民眾抱怨 大樓外牆磁磚剝落的情形 已經持續許久 但遲遲沒人處理 就在這個月一號康瑞颱風期間 更是下起磁磚雨 經不起強風吹襲 磁磚稀哩哗啦從天而降 掉落地面瞬間爆裂 彈飛四處 過程全被民眾拍下 引發網路熱議 如今桃園市建管處 也給出最後通牒 我們已經以正式公文 要求社區七日內進行修繕 預期未修上的話 將會採除建築法 六萬到三十萬的罰款 經過調查 這棟社區早已被列管 但消極處理 才會導致颱風過後 磁磚剝落情形更加嚴重 對此社區管委會不予回應 不過社區外牆一天不休 周遭居民安危大受影響 夏天新聞 張韻傑 張俊瑋 桃園報導